在社會風波以及疫情的影響下 香港旅遊業幾乎停擺 靠近奎中貨櫃碼頭的一個臨時停車場內 近千輛旅遊巴士已黯然停泊超過半年 這裡因此被業界稱為旅遊巴士墳場 記者近日在旅遊業內人士的陪同下 探訪這座旅遊巴士墳場 近5000平方米的露天停車場內 一件輛旅遊巴士臨時致病地排列著 而潘偶爾傳來發動機啟動的聲音 陳宗宜介紹說 這是司機把車開出去轉一轉 不然一直停在那裡 需要的維修費更多 陳宗宜所在的中港通緝團有限公司 主要經營跨境客運服務 入行20多年的他談及現狀 直言心態有點悲觀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說 旅遊業的蕭條 從2019年發生修例風波的時候就出現了 很多旅客和旅行團都打消了防港的念頭 自從香港有社會事件出現 每一周都有些黑暴出來攔路做示威 這個信息全世界都收到 不止內地都收到信息 作為一個遊客要選擇一個地方的度假 都不會選擇一個不安全的地方了 所以在去年這個修例事件出現之後 馬上就影響到入境的旅行 而今年的疫情對香港旅遊業來說 無疑是雪上加霜 由於入境人數大幅減少 與澳門、內地之間的跨境交通 幾近斷絕 跨境以及室內旅遊巴士不再運營 但每輛車每月的停車費 高達4000至5000港元 為找到合適的欺稱之處 香港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2月粉於香港特區政府商討後 政府播出這塊政府用地 供非專營巴士做駁車之用 巴士停泊的問題雖然暫時解決 但整個旅遊業依然面臨著非常頭痛的難題 大量從業者處於手停扣停的狀態 陳宗怡說 目前香港的巴士司機群體呈現老齡化趨勢 轉業也比較困難 很多司機年齡都比較大意的 我們平均司機的年齡中位數都在51歲 但是我們公司為例這麼多司機 有兩三千個司機 但是我們累積率很低的 他們不容易去找其他工作做 葉慶寧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是讓旅遊業能夠慢慢復蘇 目前香港第三波疫情已基本受控 他希望政府儘快推出 跨境呼人健康碼系統 如果這個健康碼盡快可以接軌到 我很希望國慶節、中秋節 是給兩地的居民 不是旅客啊 有很多家庭、家庭在深圳、在內地 用他們在中秋節可以團聚 這個是我最希望的 他希望他們趕緊描 可以用時代 representative